如果沒有了程式 我覺得我現在應該還是一個 在體制教育裡面 對未來非常迷茫的一個人 年僅15歲的Maker周一勳 擅長程式設計 一年前前往創客的夢想國度 矽谷將有一個月 曾獲得兩個科技公司提供的工作機會 成為關注的焦點 目前他在台北的一家APP公司 擔任理心的實習工程師 他知道怎麼去解決問題 我去練習很重要 我剛剛畢業的工程師 他只是在學校可能是 考試考過的 真的要解決問題 他把手網條亂 不能說是天分吧 就是因為在上面得到成就感 所以說會一直去嘗試 而他會愛上程式 和國藝學體班上做網頁有關 那時候因為我開始寫程式 就是寫班上網頁 然後就因為班上網頁 所以說有遇到很多問題 我就是幾乎把學業都 就直接放掉 然後晚上就是寫扣 然後早上就在學校睡覺 那時候我媽一直跟我說 你可不可以好好讀書 雖然義勳的爸媽和老師 都沒重視這份能力 但他還是埋頭自學程式 最後決定放棄升高中 一個人離開高雄北上打拼 不再走體制內的路 卻讓他爸媽的期待落空 然後他從勇氣很大 他算是會讀書的小孩 考試對他講好像不難啊 所以對他成績也好像還OK 所以我想說就是希望等到 讀到雄中嘛 然後就像他台大這樣子 他的未來我們擔心啊 在台灣的話 開個職缺一定要大學以上 現在大學滿街都是啊 對啊 他走體之外 他現在目前就有國中畢業 你在台灣怎麼找工作 我們直接想法就這樣子 很簡單 中國是新的創客天堂 義勳打算去北京找更好的機會 只是兩代觀念的不同 讓親子關係一度到冰點 為了不讓親子關係更加惡化 義勳的爸媽現在只能尊重他的選擇 那個壓力很大 其實我們比較擔心的是 他自己一個人到那麼遠的地方去 萬一出事情怎麼辦 別人去從場看 去國外看看 他看到過去跟我們不一樣 只要不要變壞 雖然義勳選擇不說 但是他對未來是有規劃的 為了累積更多的實力 他經常參與各項新創比賽 與世界各國優秀人才交流 可能之前在想一些東西的時候 都是以你在台灣看到的角度 現在有不同的國家的人 所以說看事情的角度又不一樣 他還打算自己創業 推出一個跨國性的APP平台 幫助想當創客或是創業的人找到人脈 他利用工作之餘與夥伴們在線上開會討論 一心一意想當Maker的義勳想用程式來改變世界 給一路堅持走體制外的路 但是他很清楚這是一條不容易走的路 拜託不要走的路 這條路這樣過來 我覺得有非常非常多的歧視 很多人可能覺得 你不足以你就是一個廢人 你之後沒有未來 你要看到走這條路的背後 是需要做出哪些付出 跟克服哪些事情的 這條路的歧視